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六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大家研究香港的情況 香港現在的情況 用兩個字來形容 抗疫 主要的工作就是抗疫 抗疫 竟然 令人發財了 抗疫發大財 為什麼抗疫會有發大財呢 第一時間想起高雄發大財 現在抗疫也能夠發大財 我們早前 跟大家揭露 這個 抗疫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是一個 重大的產業 將一個城市封鎖 大大力在裏面做檢測 檢測 的那些生產商 防疫公司 還有所謂內地的專家 例如中南山等等 他們 發大財 我們經常都說了 香港今時今日 淪為 就是中國內地的一部分 變成不再是特別行政區了 你的特殊地位 失去了 有什麼事會發生呢 就是中國大陸模式 抗疫 不是你發大財 不好意思 市民也是吃招 有高官 有權貴 可以抗疫發大財 真的是 豬門走肉臭 路有凍死骨 現在在公立醫院外面 那些公公婆婆快要凍死了 他們 在抗疫的時候 還在研究如何發大財 不用審了 政府推出所謂政策 每一次都是製造 既得利益者 又或者 將既定政策 成為既得利益者 就是錢賺錢的工具 沒辦法了 這個就是大陸模式來的 這個 亦都是 不反對政府的人 最推崇的東西 要有內地的 高校管治 高校管治就是在做這些事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繼續支持本台 請大家繼續 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 就是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其他朋友 請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繼續 欣賞廣告 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播放 網友提醒 或者提議我們 我們不用無限LOOK大法 我們用無限LOOK大法 Look 其實你喜歡叫甚麼都可以 無限滾雪球大法 不過這個 方便大家 都是叫無限LOOK 希望大家謹守崗位 在這些時間 大家清清楚楚 我也不再回應了 我要回應的也回應了 Toni會回應的 好 抗疫 成為一部分人 發達的工具 這件事 對於很多地方來講 都是匪夷所思 不過也不是的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就算是西方世界 民主國家 美國 英國 一樣 有發財的人 發財的人是甚麼人呢 就叫做藥廠 藥廠 做疫苗 不跟你說 疫苗對與錯 疫苗功能 不跟你說 只是說誰發財 藥廠 一定是發大財的 有興趣知道藥廠如何發達 藥廠不是不用負責的 藥廠 也要吃官司的 尤其是在美國有很多集體訴訟 如果有興趣 詳細聽 大家可以聽一下白兵 白兵最近的節目有說過 疫情持續爆發 他們不是去想有甚麼方法去壓制疫情 繼續在這些時間 想 有甚麼辦法就是繼續分餅仔 把利益 分配給那些會支持自己的人 林鄭月娥竟然 公佈 在15日見記者 說 最新 的防疫措施裏面 包括 包括 就是要把的士業界 建立成為 抗疫的士團隊 好了 他就說要協助運送那些求診人士 到這個 指定的診所 求醫 他們 未跟你詳細研究 抗疫的士的成效 先跟你 研究到底要收多少錢 開一天工 香港的士小巴商會總幹事 周國強 就出來說 到時的的士業界 就要調動 300至400架抗疫的士 就要送 那些患者 往返 指定的診所 求診 他們繼續出來說 希望幫助那些 滯留在家裏的人 繼續 幫他們求診 幫他們求診 有條件 條件終於開出 他就說 抗疫的士的薪金 一定要有吸引力 要多少錢 原來要吸引司機做抗疫的士 最低限度也要有3000元一天 發財了 我做30天 有9萬元 今時今日這樣的經濟環境 這個 是一個 相當昂貴的價錢 到最後的錢在哪裏付 政府付 政府付不就是市民付 你不就是 發國難財 到底是發財的機會 還是 另一個火坑的機會 見仁見智 因為有些的士司機 就說政府這樣做 是推他們下火坑 說 司機 絕大多數 都不會 接這個高危任務 正正說了我想說的話 他們先研究價錢 搞抗疫的士 政府是不是 白癡呢 你現在的士接送的最大的危險 就是在於 的士司機有機會會感染 你不會因為的士 上面寫著抗疫的士 就令到的士真的有抗疫能力 尤其是現在 Omicron的疫情 Omicron的感染力 眼神交流也會中 S型也會中 WiFi也會中 打橫打直 上下顛倒也行 你問問袁國勇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那些病毒那麼厲害 打橫打直又適中 眼神交流又中 抗疫的士不是那個 薪金的問題 只是想著 派利益 誰會跟你做呢 現在用一條命跟你搏 原來做了抗疫的士 司機 就有抗體了 如果是這樣 就不用煩了 每個人都做的士司機 香港就不會有疫情 是不是 為什麼 駕駛抗疫的士的司機 就不會 感染那個疫情 又為什麼你那個是抗疫的士 專接送 確診者 就不會使得 細菌和病毒 在的士 車廂裏面殘留 那裏就成為了一個超級大菌的地方 來的 你這樣做 和 不是醫護的人員 開個地方做隔離 然後那裏就成為了 病毒的溫床 沒有分別 所以 雖然價錢 可能很吸引 一方面可能會發達 我不知道 小巴總商會的只是向著利益 就是著眼 的士 團體又說這是高危工作來的 你叫我去做 怎麼辦呢 戴個口罩就可以了 好了 這個 小巴總商會的周國強 繼續說 負責接送患者的的士 貼有 抗疫的士的標籤 不准接其他乘客 根據政府的統計 抗疫的士 每日平均可能要接送1000個患者 的士司機 每日接受快速病毒測試 如果沒事就繼續開工 我又要問你的問題 如果有事 還有沒有人做下去呢 我們看不到車廂有甚麼 方法阻隔著 Omicron的病毒 尤其是現在的傳播鏈 那麼多隱形傳播鏈 你猜真的掛抗疫的士四個字 的士就變了抗疫了 說到尾 為甚麼會有那麼大的落差呢 因為 就是業界 心目中的薪金 和 政府能夠提供 的價錢 就是銜接不了 很多人就認為 那麼高危的工作 如果不是有雙倍薪金 我也不會做 工聯會人出來忍不住炮轟 為甚麼那麼高危的工作 你不叫政府人員做 政府那麼多勇員 叫做紀律部隊去做 我們早前才揭露過這個 紀律部隊元朗差館 點這個前線警員去送死 明明有非法入境者來自首 說明確診了 那麼 他們 那個 元朗差館竟然 向警察 向警察 我們看到 首先第一 那個薪金極高 叫價3000元 使得 一小部分人 富起來了 尤其是 車主真的富起來了 本來 所以大家細心想想想 那個 抗疫 那些錢 到最後又是去了車主那裏 每一次 業界 在吵冤巴閉 說快要崩潰了 政府賣錢都是給車主 不是給司機 司機只有一個造字 風險就承受了 如果你沒有任何安全配套 你叫他去做 抗疫的事 那麼他 隨時中招 又沒有隔離措施 還感染了家人 每次香港政府 想出來的政策都是那麼奇怪的 到最後 又是車主 車主 負責租車出去 不是負責 其實是駕駛的 我們再一次看到這個香港政府的政策 林鄭月娥 公佈此項政策 並沒有任何詳細內容 你沒有詳細內容 你公佈一項政策 的士佬 尤其是車主 車主就跟你說 人工要夠高 要不然就沒有人做 維持不了成本 他們 用商家的角度 跟你計算利益 林鄭月娥推出這樣的政策 你又沒有詳細內容 又沒有問責局局長 說有甚麼政策 去維護的士司機的安全 的士司機 萬一染疫 去哪裏隔離 還有他們的家 之如此類 完全詳情欠奉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香港政府 每天 推出一些新奇刺激 的奇怪點子 好像Kinder出奇蛋那樣 每天都有新的東西 但是每一樣東西 沒有一樣東西是用得到的 每一樣東西 新奇刺激 垃圾玩具 全部都沒有用的 經不起考驗的 每天講一些所謂新的政策 有甚麼用呢 所以 搞那麼久 就是 你又你抗疫 有人就打算發國難財 到最後 可能 撥錢出來 又是有一大群人得益 但是對於整個抗疫 一點幫助也沒有 到最後你撥多少錢出來 又是被那些 黑心商家拿了所有錢 染疫司機 做錢先 出事啦 含家中了 都得不到任何支援 所以你說是不是本末倒置 是不是天怒人怨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